倒在地上表情痛苦 而且滿臉是血 知名畫家侯翠信 2018年到SOGO百貨逛街 被臨時電源線半倒 全身是傷提告求償 上個月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他獲賠142萬多元 不是在意在金額 可是有一點就是差別太大了 然後至少說SOGO有錯 但是他還是認為我也有錯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不同意的想法 畢竟這一摔 讓侯翠信鼻鼓眉鼓斷裂 左肩受傷 左膝半月板也破裂 他認為SOGO有疏失 提告求償739萬多元 但一審 二審 三審 賠償金越判越低 侯翠信認為法官輕放財團 更不滿SOGO在他受傷後的處理態度 都全部說謊 比如說我自己不小心 我們都有負責任 你自己走路不小心 你還跟人家聊天 我怎麼會跟人家聊天 侯翠信是東河鋼鐵創辦人 侯振廷的女兒 也是國內知名的抽象畫藝術家 她表示堅持告到底 是為了讓法院認證SOGO有疏失 她也感嘆 藝術創作上的損失 更是難以用金錢計算 我一年可以畫二三十戶畫 我五年多我畫一百多 我都全部就是最大的審思了 對不對 何況這時候我還是處於在這種 創作的黃金時代你看這個多嚴重 針對此事SOGO聲明 尊重法院判決結果不再多做回應 至於侯翠信也強調 賠償金將全數捐出 也判別再由其他消費者受到相同遭遇 3D新聞顧遠松陳玉璇 台北